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威廉通的展场布置以蓝色和黄色为主 一开始我们还找不到 看起来很像IKEA的配色 主要展出的内容是软体的应用 比较少硬体方面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请三位PM为我们解说 好,欢迎大家来到英特BOX 我是QNAP的产品经理,我叫Kevin 那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 AI的Total Solution 那我们是一个从AI的Trading 到AI的Inference 我们用Intel的OpenFino的加速技术 让我们可以让大家都可以轻松在 QNAP NAS上马上做AI的应用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台TS288X 是我们今年推出来一台专门让AI ready的NAS 那这边的话我们有超大的储存空间 我们有28倍 所以可以去搭配你的HUD或SSD来做应用 那除此之外我们有支援8个PCIe的slot 所以你可以最高可以支援4张GPU卡在上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软体应用上 我们这边有一个QUI的AI training的platform 那这边可以有我们的深度学习的相关的package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去做查询看你的GPU卡 是否能在我们QNAP NAS上正式使用 那除此之外我们QUI的家族内还有一个container station 那container station就是顾名思义它是用Docker来做一个虚拟环境 所以我们都可以相容于像TensorFlow 咖啡 像Google提供的一些AI的framework 来执行AI的training运算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带到我们的使用界面 我们只要需要用container station 直接把GPU的资源挂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马上起起来这些AI training的服务 那我们这边就有马上开启Google的TensorFlow 的TensorBoard的相关的服务 我们可以马上来用视觉化的方式来监抗我们每个AI模型训练的样子 那只要当你的AI模型 您认为说它的准确度适合在做一些AI的推论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转换到我们的另外一台NAS 我们可以去在我们的Edge上去做其他的 像我们这台TVS X72 XT系列的NAS 我们这边可以去支援一些Mustang系列的Intel Solution的加速卡 那我们都是Based on Intel OpenVINO的相关加速技术 来让我们的AI运算更加的快速 那这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第二台的界面 我们这边是用我们的OpenVINO Workflow Consultation Tool 所以是一个OpenVINO Based on Intel技术的工作流程来做整合应用 那这边的话OpenVINO虽然只是一个Intel提出的一个Library 那其实在一些入门的AI使用者上其实没有到那么简单使用 那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一套我们这个OWCT是一个GUI的工具 所以你可能只要需要 然后Intel也知道推广这些影像辨识的推论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只要用GUI的界面去用这些设定精灵 去只要点选做操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马上起一个AI相关的Inference服务 那目前我们就马上起一个服务来点起来给大家看 那由我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AI的辨识是把每个大量Data Set去训练出一个模型 所以你这个模型经过OpenVINO来去把模型优化 去剪掉不必要参数 再搭配我们这张卡叫Mustam V100 MX8 那这是搭配Intel的Mophilius的相关晶片技术 那可以让你的AI inference可以更加加速 那你这边做完的相关的推论像我们这边就会做车辆的检测 或者是像是我们的一些 更多的Sufference相关的Solution的话 都可以用影像辨识来完成 那最后的话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比较开发者的工具 那让一般入门者都可以马上使用 那这是我的介绍谢谢 嗨大家午安 我是QNAP的产品经理宜新 那今年呢我们就是为了摄影师族群还有家庭用户 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以及各个用户 我们提供了全新的Multimedia Solution 那我们就是有整合了我们的QMagic 还有QFiling以及QSearch 来让使用者去智能的做相片的归档分类 那首先的话呢 我会先 首先的话我们今年全新推出的QMagic 那它是针对我们的相片来做智能的处理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结合了我们目前的AI Team 里面的QMagic Core 那它来自动的帮我们的照片有效率的分类 那我们会分成人物的相簿 还有事物的相簿 以及地点的相簿 那使用者其实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花太多的时间来做相簿的整理 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拍摄了很多照片之后 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再去看一下我们照片的一些资讯的细节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QSearch 来去做个搜寻 那其实我们可以针对地点啊 或者是说我们是用哪一台 哪一个品牌的相机去做拍摄 还有什么时候去拍这张照片来做有效率的Search 其实因为现在的相机以及手机的照相功能都越来越完善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每天都会拍摄很多照片来记录我们的生活的点滴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照片不知道去如何整理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QFiling 来做一个有效率的将档案归档 我们可以依照拍摄的年月日来自动的去做归档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 这边可能是2019年的123月 那我们可以做归档的名称命名 那像今天我是在Computex拍了一些照片 那我可能就会以Computex来做分类的名称 就是可以依序的排列下去 所以之后如果我可能之后要用我Computex的照片 我就可以直接的这样去我的档案夹去做这样的搜寻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透过QMagic还有QSearch跟QFiling 来为广大的使用户去整理他们繁琐的照片 那我们有效率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刚刚是我们主要的介绍内容 那实际上的UI操作方面的话呢 像这边是我们的QMagic的整个页面的呈现 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会有呈现所有的相片 那我们这边是以时间轴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照片这样子 智能的规档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相簿主动的再汇入到我们NAS之后 那我们会进行人物的规档以及事物的规档 还有地点这样子的规档呈现 所以在随着使用者不断的去使用之后 那其实我们的准确率由于是我们自己公司研发的 所以它的准确率是会越来越提高 这边的话就是所有我们辨识出的人物的部分 那当然这些是我已经就是将人物辨识完的已经做了命名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目前还没有为人物命名的部分 我也可以自行去帮他们命名 那其实在各个角度正面或是侧面 我们现在都可以准确的将人物辨识出来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帮所有我们的事物都做了分类 像这边就是有食物还有动物 还有以及就是像鸟还有一些树等等 我们都有自动的帮它分类出来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这边就是我们QMagic的介绍的部分 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去播放我们一些影片或是相片 那这个时候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QMedia 那就是它目前有搭配了Apple TV 那还有就是Android TV Fire TV来进行播放 那这边的内容来源呢就是我们NAS里面的所有内容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是有我们所有的一些最近看过的影片都可以在这边做呈现 那还有相片的内容都可以在这边做播放 所以我们可以不仅仅是单一在我们的座位上面播放这些照片 而是可以透过一个公开的场合来去跟其他的朋友或是我的用户 来share我这些相片或是照片或是影片的内容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来我们的QNET Boots 来了解更多的功能谢谢 各位大家好 这里是QNET Boots 产品经理Benix 那今天非常欢迎Enterbox 来到我们的场位 那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Guardian系列的PoE Switch 那这个Switch有三个主要的特色 第一个它具有变距运算的能力 第二个它是有网管型的这个Switch功能 最后它是一个Power Offer Internet的功能 那我们这边最大跟竞争对手最大的差异的特色是 这个PoE Switch它本身具有Edge Computing的能力 那它的优势是来自于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硬体 在这个硬体上面我们整了两个Chip 就是两个处理器 一个主要是负责这个Switch的处理功能 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跟Intel合作 整了这个Intel的这个处理器在上面 那为什么要整这个功能的特色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硬体的这个架构上面 我们还放上了我们自己软体的OOS的层 那在这个软体的OOS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供了 大概超过200个应用程式 让使用者可以取决他的需求 情境的使用程度不一样 安装他需要的软体 那另外我们也支援Container跟VM的技术 也就是说Container跟VM相关的软体 你也可以直接运行在我们的这个OS上面去运行 那以我们这个Case来看 我直接就是根据了这个我们的NAS 这个我们这个Switch交换器上面 我们安装了我们的QVR的这个视讯监控系统 直接安装在我们这一台PoE Switch上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提供16个GIGA的PoE供电的网路附 那我们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摄影机系统 PoE的摄影机系统 那透过刚刚提到的 我们直接在上面运行这个QVR的软体 然后透过HDMI直接output出去 一台PoE Switch Guardian系列PoE Switch 就解决了传统建置上的布置的麻烦 那相对传统上面 你可能需要一个Louter 一个Switch 然后甚至还要 以这一台软体来做你的监控的设备 那今天只要透过一台Guardian 就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是IT人员 对于这个弹性的布置 或者成本的降低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到我们QNEM Boost 来参观我们的最新的产品 谢谢